做文大纲 我的抒压方法 引言 压力在现代生活中的普遍存在 简要介绍自己应对压力的方法 身体放松的方法 运动和锻炼 深呼吸和冥想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 心理放松的方法 找到兴趣爱好 与朋友和家人交流 读书和写作 时间管理 合理安排时间 制定计划和目标 学会分清轻重缓急 实际效果 这些方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效果 如何帮助自己更好的面对挑战 结论 抒压方法的重要性 鼓励他人找到适合自己的输压方法 范文 我的输压方法 在现代生活中 压力几乎无处不在 无论是学业 工作还是生活琐事 都会让人感到紧张和焦虑 为了保持身心健康 我探紧 我探索并实践了多种输压方法 逐渐找到了一些有效的方式来应对压力 首先 身体的放松是输压的重要一环 每天早晨 我会花半小时进行跑步或瑜伽 这不仅能增强体质 还能让心情愉悦 运动过程中 我会专注于呼吸和身体的感觉 暂时忘却所有烦恼 晚上临睡前 我会进行深呼吸和冥想 让自己彻底放松 确保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此外 我坚持早睡早起 保持规律的作息习惯 这对疏解压力也有很大帮助 其次 心理上的放松同样重要 找到一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爱好 是我释放压力的一大法宝 我喜欢绘画 每当感到压力时 我会拿起画笔 让自己沉浸在色彩和线条的世界中 与朋友和家人的交流 也是一种有效的抒压方式 无论是面对面聊天 还是通过电话 视频通话 倾诉自己的烦恼和困惑 总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 读书和写作也是我常用的抒压方法 通过阅读别人的故事和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能够更好的梳理情绪 找到内心的平静 时间管理也是抒压的重要手段 合理安排时间 制定计划和目标 可以有效减少因拖延而产生的焦虑 我会在每周开始时 列出本周的任务清单 并根据轻重缓急进行排序 每天完成一项任务后 我会在清单上打个钩 这种小小的成就感也能带来很大的心理慰借 通过这些抒压方法 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 不再因为突如其来的任务而手忙脚乱 也不再因压力过大而感到无所适从 相反 我能够更从容地面对挑战 更积极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总的来说 找到适合自己的抒压方法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适用的抒压方法也会有所不同 我鼓励大家积极尝试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抒压方式 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